關於外遺間脫逃的問題 已經責成矯正署 立即查明原因 並要究責 所以在調查期間 明德外遺間典議長 要調離現職 靜候調查 那有關 遲延通緝的部分 也責成 台灣高等檢察署 他要求台南地檢署 提出報告 檢討原因 並責任歸屬 監獄脫逃的問題 我們要求所有的監索 一發生脫逃的事件 要立即請警方來協詢 並且在兩個小時內 要報請檢察機關發布通緝 對於返家探視的部分 我們也要求監索要嚴加的考核 那麼在返家的期間 每天要向警察局來做報道 另外監索本身也要透過視訊設備 了解回家探視的收容人 他們的行蹤跟動態 並留下記錄 已被考核 死刑執行的問題 只要法律程序完備 那我想依法要執行 法務部就會執行 我也曾經批准執行過 兩位死刑犯 所以我是一個執法人員 我一定會依法來處理 法務部在案發之後 所做的很多的檢討跟措施 絕對不是輕飄飄的 都是立即有效的作為 我們請上這個夢夢水 孤家配方啟入入睡關鍵 舒眠的元素能夠安定舒緩神經 讓你身心達到放鬆 當中有纏酸調節情緒 增強抗暗能力 還有德國氧氨菊萃取物 可以紓解焦慮幫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鐘 來一包夢夢水白桃風味酸甜好喝